一本分为天地人三卷的相书 人卷可知今生贵贱穷通 地卷可知前世疾凶祸福 天卷可知未来体究命运 有关相书的书籍林林总总不下白卷 但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体系 并经久流传 长久应用的却很少 柳庄相乏则是自古以来 便被江湖术士们钻研琢磨的 及大成的相书 此书出自明朝明晨 圆拱之首 他曾为上百名士大夫看过相 精准预言了他们的生死祸福 及应验时间 其中最著名的 则是对朱棣的铁口之短 短言其将来必是太平天子 阴阳五行之气 化生天地万物 人既寿命于天 则所有的命运信息 都藏在一切外在体表特征中 人之祸福贵贱 及命运体旧 变化修期相关 只要把握面部特征 与行为规律 既可以从透出的信息 观察阴阳变五行 以皆天地奥秘 面相学 不只看一个人的相貌上 还需掌握了五行属性 深刻原理 如此一来 看一眼便吉凶自明 从而通过寻找化解之道 达到趋吉避凶 旺财催观的目的 古人曾有云 天机不可泄露 而相说也算是溃探天机 因此不可用来作恶 否则多少都会承受一些凡事 也就是偏法 通常这种不好的后果 在一些江湖术士身上就可以窥见 常见的一种是作用在自身 比如 相术跃准的算命先生或相使 他们往往有眼疾或者腿疾等身体残缺 比较显而易见 剩下的另外一种 就是会殃及子孙后代 影响后代的气韵 虽然这种厄运看似虚无缥缈 但是对于这些未知的神秘力量 还是保持敬畏之心比较好 但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俗话说 毛是在人 成事在天 通过占卜预测帮人掌握命运 但是那些学艺不经的江湖术士 也能愧得一丝天机 要说他假 他倒也还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的传统上 来进行的有依据的普遍现象 但是与其求人不如求己 任何一门学问 到了实际运用的层面 就会不知不觉中被添加起很多杂志 面相学本身也是科学 但社会上太多利用打挂 忽悠别人钱财的骗子了 个人的私欲一旦开始作怪 真学问便搞不出名堂 倒不如自己深入了解其中 玄妙来得实在 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就能与之贵贱 一看就会自断吉凶不求人 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生之时 古人若是想要知道 胎儿是男是女 大多是通过一种十分简易的方式 在腹中与母亲面对面的是林儿 背对着母亲的往往是女儿 胎儿在腹中的方位可以看出 他们未来的健康状态 无论偏上还是偏下 都是胎儿气血不足 缺乏所需营养的预兆 这样的胎儿要么出生后 胸多计少 要么自小体弱多病 若是在母亲腹中偏左或者是偏右 这便是大喜 这样的孩子在母亲腹中便如鱼得水 能够很好的吸收 母亲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 营养充沛便充满活力 将来必定是个长寿之人 如果是贵贱不能确定的话 那么就只能依靠古书部位 富贵的孩子在腹中时 活泼爱动 时而又安静至极的孩子 将来会大富大贵 如果胎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活动 且动作比较均匀 代表她在腹中十分健康 而那些整日打找母亲不得安宁的胎儿 出生后大概率也是个调皮鬼 活动频率越高 越容易导致母亲身体常常爆样 母亲印堂红 说明是怀的孩子长寿又福气 母亲嘴唇经常发白 说明自己腹中胎儿也十分虚弱 要么是自己的营养被胎儿抢走了大部分 导致自己气血两亏 要么是自己原本体虚不适合怀孕 能让母亲精神焕发的胎儿 都是注定大富大贵的 使母亲精神不振的胎儿 往往既无一己之常 也落得一身贫鉴 也会导致精神状况失常 言语表达不清的情况 如果孕妇嘴唇发白 就容易难产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都是古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老话说的再好也不能全听 尤其是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 在胎儿的男女性别上 我们还是要遵循科学的认知方式 向有绝法不可乱言 不可以一美而言善 不可以一恶而言凶 看向雅成封建 从一个有减入烦的过程不断深入 形成了一套 既相对稳定又变化无穷的方法 先有先天与后天之分 又有形态与气色之意 各种形象都是造物主的暗示 但其中风险与危机也并存 不问生辰八字 仅凭志向就可以之人的运成天命 在古人看来 志与命的关系好比标与本 也有吉凶善恶之分 命贵则有吉志 显其贵 吉善之志 主功名利禄 命贱则有恶志标其贱 凶恶之志 主行客 胸中 破败 贫贱 从志之吉凶善恶 并可推断人的命运吉凶 在中国相术理论体系中 志向基于骨相 面相 首相密切相关 又自成一体 在刘庄相法看来 志有大小 脱平 从皮肤突出的叫志 小但不突出的叫点 不突起 且大小不等的青黄色块 叫斑 人各有志 且身上任何一个部位的志 都包含了特定的宿命信息 志向作为相术 在给人看相时必要的参考 较之于古相 命相之富贵贫贱 流年运成 在历史的相术著述中 志之吉凶 生可显得尤为重要 志 如同山林间的林木 地上凸起的土堆 但山有美质之分 茂密的树木可以彰显此地的秀丽 同样 土地上如果有乌土村基 就会长出一茬一茬的恶草 表示 这里并不是块中灵玉秀的风水暴地 又好比一块浑然天成的碧玉上有了一块瑕疵 被视作凶多吉少 万物的道理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人的面相原本不是根据美丑来看的 而是根据志在身上的方位 通过相智来分辨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智的引路 色泽部位 都是古人对智的吉凶善恶判断的最基本因素 除此之外 还要看智的大小 土平 好的智色应该是智泛润光 色泽纯正的黑智 红智 和如玉的白智 这种智的主人吉祥富贵 而智色昏暗 色泽浑浊 及其他 铺暗而又无光泽的智 都代表这个人愚笨卑贱 往往有人认为智上长毛发不好看 但这却是十足的规智 是善极之相 好比山上有了林木才会显出生极 此外智一隐不一路 正所谓面无善智 身无恶智 值得一提的是 面部较为明显的智 都是显露之智 头发 眉毛 胡须接耳朵里面的智 则是隐智 该发生的自然会发生 不该发生的 也自然不会发生 圣人都是知天命 而敬畏天命 试图逆天改命的人 多半没有好下场 心如如不动 如果天命可以改 那也就不存在天命一说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